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3月30号星期二 当然现在其实是3月31号星期三 刚刚过了12点 陈修实已经被释放了 这是谁呢 这是徐晓东发的消息 说陈修实已经回到了他青岛的父母家中 现在被限制在一定的区域内活动 徐晓东说李泽华来找他 说陈修实在武汉被带走之后 第一站先被带到了天津 在天津受到调查 之后被带到了青岛 说现在已经回了青岛父母家 与他的父母在一起 这个事已经是其实有一段 李泽华去找他有一段时间了 不过当然了 也有可能最近又找了 好吧 他说他通过渠道 看到了陈修实本人的一个视频 说陈修实已经恢复了状态 精神好了很多 说陈修实的母亲从去年开始就没有工作 现在全职在家 陈修实的父亲被单位反聘了 但是因为陈修实的事情 现在带薪留职在家照顾陈修实 这个还不错 还给他等于算是发了点工资 等于政府雇你去照顾陈修实 反正就希望他父母能够约束他一下 这个其实是好事 这个还不错 也不用上班 还给发钱 带薪留职 在家照顾陈修实 说陈修实可以在家的周边锻炼身体 比如公园里面锻炼锻炼 活动活动 也可以在一定的区域之内 购买一些日中品 也没问题 这个属于 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反应 认为是软禁 当后来想想软禁这个词 不恰当 因为软禁的话 就呆在屋里不能出来了 孟晚舟现在基本上属于是软禁了 就是说就不能离开他家门 你知道吗 这要软禁 陈修实现在这个属于算什么 我觉得算清空 什么叫清空 以前说村主元的时候 不是说 说有的人是边控 边控什么 就不能离开边境 在中国范围之内活动可以 不能出国 这要边控 村主元叫京空 就不能离开北京 不知道村主元 现在不知道行不行了 反正还是去年 去年的时候是京空 不能离开北京 就控制在北京范围之内 陈秋实 现在我觉得基本上叫清空 就控制在青岛的范围之内 不能离开青岛 清空 控制在青岛 就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就这个来讲 也不能算是被捕了 这个还是得算是 就是说释放了 对不对 这是释放回家了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释放回家了 然后在青岛 你下楼去 什么工作业锻炼一下 买点东西 还都行 就是有部分人身自由 但是看这意思 离开青岛是不行 不能离开青岛 基本上这么一个意思 你会发现 我在说新闻的时候 我也是吞吞吐吐 由于我也是想 为什么 徐晓东 在最后他也说 他说在做这个视频之前 他说 我思考了很久 我怎么组织语言 不能说错 他这么说完之后 我录这个视频 我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很多人 也都是关心 陈秋实这边的情况 我们也还是要给大家 就是说 及时汇报一下 说一下 但是你想 徐晓东也是这么说 我想了 想了也是 就是说 这个字里行间 有一些话说起来 你要思考 对不对 你要思考 怎么说这个话 你想刚刚 他说李泽华这个事 对 怎么说 怎么说这个话 然后我也是在思考 我也是在思考 对 大家在说这个事的时候 还都是都尽量的 就是说 小心一下 都没有什么说多的 都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反正给大家 我觉得报个平安 这个事比较好 再多了 我觉得 因为这个事里面 其实字里行间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可以说的 但是 我觉得 既然反正徐晓东说了这些 那就 就说这些 好不好 没有必要 在里面再去 找什么东西 因为徐晓东 我觉得说的是对的 他说不能说错 因为 对 是对的 因为 这些人现在都在国内 所以不能说错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美国 美国有的时候的比较 特别的台海 你前两天讲到郑国成的时候 我被说 其实我很同情他 也很可怜他 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中国 他生活在石上大地上 你懂我意思吗 他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在这儿 真的 你看我跟我老婆天天 俩人也是 就没个招没个拽 你知道吗 想要什么说什么 想干什么干什么 高兴了 就这玩那玩玩去 对不对 特别的就是说 没有压力 特别自由 美国就是这样子 你没有任何的这种压力 或者是什么的 你知道吧 你想怎么着 都特别台海 这种感觉 在大陆 它是不会有的 它没法有 你懂吧 所以他们都在国内的话 当你说到他们的时候 其实我从心里来讲 都抱有一种 就是说 同情 反正是有一点的 我觉得都是很同情 所以有的时候 经常我说 我还是希望中国好 因为在大陆生存的人 我都是抱以一种同情的 那么一种状态 就是不自由 你知道吗 那种 当然有的人跟我说 我怎么不自由 我挺自由的 我去 我想去超市 去超市 我想买什么 买什么 我又有钱 我想吃什么 吃什么 我就特别自由 我想出来玩 我也可以出来玩 这种自由 其实我觉得 不光是在身体上的 有些是在精神层面的 你上前两天 我们找了 跟考拉喝杯酒来 聊聊 就聊了这些事 对不对 他也是说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际上 你能感觉出来 他是带着一个指甲锁来的 到最后他也承认 就是我们俩聊天 有一些话题 他没法接 也不敢接 因为他毕竟 他是一个还想回国 喝酒 看球 吃烤肉的一个人 对不对 我是完全 我已经放弃了 我已经放弃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无所谓了 我想说什么 说什么 什么都能说 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去理解他们 你知道吗 同情有点重了 但是理解万岁 对不对 要去理解他们 他们毕竟 要么就是在国内 要么就是可能还得回去 所以你要理解他们 好不好 所以不能说错 所以我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就是说徐晓东说了什么 就是什么 就得了 给大家报一下 反正就平安 其实之前 我记得我以前提过一点 我就说他是平安的 没事了 对吧 其实那是已经说了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意思 对不对 现在来讲 但是反正徐晓东说了 那么就是徐晓东说了 对不对 所以是徐晓东说的 是吧 所以就这么个意思 大家去体会 好吧 这期讲到这里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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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